新豐街塞車問題引發關注 長期關心的基隆市議員藍敏黃 在基隆市議會總質詢 呼籲基隆市政府 謹速重啟過去已經完成規劃的多個連外道路案 其中他最支持的是經費最少 供期最短又免還評的303項銜接調和結案 303項這條連外道路 過去已經規劃出來了 經費2.97不需還評 15個工作業 請公務處把過去的資料調出來 既然企政府開規劃會規劃出來的資料 再來333項 這個是內政部核定經費下來被收回去 也請你們把這個計畫拿出來 至於1622項新的建議案 這個也請你們重新評估 也就是說新豐街的連外道路 現在大概有三個案子 303項333項162項 我希望市政府各單位趕快去做個評估 那我個人就要建議 重新評估303項的連外道路是最好的一個政策 對此金融市長謝國良表示 金融市政府會先進行和風街局部拓寬案 另外大陸部分則會選擇經費适中反彈最小的規劃案 再請立法院協助向中央爭取補助經費 下端的和風街那邊要做一些拓寬 然後讓這個車流到和風街的時候 可以比較容易的到這個調和街那邊去疏散 這個案子呢是0.98億 那因為是金額比較少 所以我個人認為說 這個部分我想先把它拍板定案 南敏黃也提出卡馬丁漁市遷移問題 他以日本足地市場遷移風舟為例 鼓勵市長應該勇於推動 至於遷移地點 南敏黃認為八斗子漁港最佳 我建議去這個卡馬丁漁市 應該可以遷移到八斗子漁港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看從你的市政報告中我發現 我們金融市準備成立 產銷 魚產品的產銷公司 對不對 然後我們這個八斗子漁港 也準備進行漁棚的興建工程 總經費一億一千五百萬 這個就是你們的示意圖 再加上基隆區的漁會 也準備建置一個符合國際規定的 漁產品的鏈加工廠 光這三個利多 未來的八斗子漁港 就真的非常適合 把這個卡馬丁漁市遷過來 對此謝國良也作出回應 我們也有針對漁市場本身有編列了一部分 幾百萬的規劃的相關預算 那我覺得長遠上真的是要做 但是我想我會用耐心溝通跟配套 去未來這個思考如何完成您所交付的 也有把這個東京的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很好的案例跟我們分享 南米皇同時關心環港商圈 捷運沿線長站都更 及新市政大樓規劃進度 呼籲金融市政府加快速度把握機會 讓金融市政發展脫胎換股 記者張啟騰 長廠報導 請問一下